战天时的柳白与巅峰期的李漫漫交手 谁会赢 柳白与李漫漫都是将夜中的修行天才 两人最后的战力差距也没有很大 柳白号称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 有着世间第一强者之称 在桃山光明祭时更是举世无敌 是浩天清定的人间第一强者 而李漫漫是小师叔柯浩然之后的书院第一 他13岁开悟 30岁不惑 接下来只用了三个月便入了洞玄 入洞玄当天傍晚关 目云入之命 一夜月最精妙二景 此也忍不住称赞 招闻道而息入道 无知不及也 然后三天破五进达无俱进 比柳白还要更早地破进 被后期的冠主评价为天下第二高手 已经高于另外两名大修行者 九徒与屠夫 那问题来了 如果是巅峰期的柳白大战巅峰期的李漫漫 究竟谁会赢 其实两人先后有两次差点交手 第一次是烂科四之战 柳白出剑拦住了宁缺和桑桑的马车 李漫漫见状无惧到柳白身前 李漫漫想让柳白收剑 柳白对李漫漫说道 我身前一尺是我的事件 即便是冠主和奖金手作 也不敢站在这里 但李漫漫听到后却表示 此时你的剑不在手中 所以我想试一下 后来柳白收了剑 柳白收剑并不是因为怕了李漫漫 而是他感受到书院的意志 他是看在夫子的面子上 才没有为难李漫漫 而且当时的李漫漫还不会打架 此时想要打赢柳白无异于痴人说梦 第二次交手的机会 是在举世伐堂开启后 走了十一步学会了打架 与冠主无惧之战的剑系 李漫漫来到青霞之前 弹了一首杀人的曲子 击败了几十万西陵联军 化解了青霞之威 在一棒秒杀西陵天狱大神官后 李漫漫来到柳白的马车前 柳白剑里漫漫已经学会了打架 有些兴奋地想与其交手 但是李漫漫敢知道冠主即将到来 于是以无惧神通离开 在后来 柳白于青霞之战中又有感悟 与夫子用过的人间之剑合二为一 最终选择拔剑问天 以前的柳白不敢破五径 后来是不懈破 此刻已经是无所谓破不破 原文说 若五径之上有门槛进斩之 便是无量亦能斩 当时魔宗天下行走堂曾问于莲 柳白真的比九徒还强吗 于莲回答说 现在柳白的眼里早就没有了九徒 他已经不是世间第一强者 而是人间第一强者 书院七师姐也曾对柳白的实力产生过疑惑 君墨解释说 柳白虽未破五径但比九徒屠夫更强 此刻的柳白可以遇见千里 也能瞬息千里 因为他就是剑 剑就是他 如果巅峰期的柳白和李漫漫打一架 李漫漫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 恐怕都会略弱柳白 尤其柳白的一尺事件李漫漫 更是不可能攻破 两人相斗 柳白能防得住李漫漫的各种绝学攻击 而面对柳白的终极一剑 李漫漫却未必有本事硬抗 恐怕最后只能以无惧神通闪避 所以两人的交手柳白在表现上会更加主动 如果李漫漫只用无惧进行游斗 柳白大概率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不过柳白的剑因为有无惧能力 所以柳白也可以做到万里无惧的追逐李漫漫 两人打到最后恐怕是一场面丽的比拼 而柳白的念力当势只在宁缺之下 所以大结局应该还是柳白会赢